你買AI 你應該是買整個產業鏈 現在目前有沒有 張任多的那個 因為它時間很長 2006年到現在 它的累積報酬率是837% 原化報酬率是13.4% 股根站我都推薦是50% 兩者合起來平均報酬率也有9.2% 也不差耶 9.25%的話 就是我們講年輕版的有沒有 你就能夠434萬 各位喜歡小宇宙大爆發財經單元的粉絲朋友們 我本人廖茵婷還有小宇宙大爆發的製作單位 我們都沒有開所謂的LINE群組 也沒有臉書社團 更不會打電話跟你聯絡 要小心詐騙的說法非常的多 千萬不要上當囉 小宇宙大爆發生活煩惱音激發 大家好我是茵婷 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 如果你持有一檔股票 不願意擁有它超過10年 那你連10分鐘都不要擁有它 巴菲特爺爺沒告訴我們為什麼 但我現在隱約感覺得到 如果10年前你擁有台積電 10年後你在中間已經賣掉 你會不會堆心肝 同理我們再來看看現在很流行看的對賬單 這次我們拿出的是來自日本 這位投資好朋友的對賬單 哇不得了他買的是NVIDIA 也就是輝達現在是非常火熱的 當年他在10年前 砸了150萬日元 大概是30萬台幣買進匯達 現在是翻到4億日元 也就是8300萬台幣 也就是說你看準一個好標的 你就好好的把它抱緊緊 10年的時間你絕對會非常的有感 看準好標的 然後抱長的時間 這些事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看 接下來這個10年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標的出現 又或者是呢 你也希望讓自己未來10年能夠 非常的得意洋洋告訴大家 對我眼光非常的精準 我也可以過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針對這樣主題來幫大家分析囉 邀請到加入我們是我們精算大師 怪勞子老師 英明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怪勞子老師 其實我們今天還要分享不只是0050 還要包括一些最近我們看到周邊 非常夯的科技股 還有一些個股AI股等等 這個要分享喔 沒問題 我又記得啊 大概10幾年前我擁有一檔股票 大概10年後就是真的 已經是雞蛋水膠股 但一樣身為主播的好朋友 吳宜珮小姐 她超過10年前擁有了紅海 現在人家打開紅海 忘了賣的紅海 她開心的不得了 我們就知道對新冠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對不對 當然 那要講到回答 我們就來幫大家解惑一下 回答現在真的是大噴 無敵噴 其實為什麼她會噴的那麼高明 其實最主要就是 AI有沒有 其實AI這個東西在很早的時候就有 但是就在這一兩年有沒有 大噴發 那這個大噴發裡面有沒有 那個回答 它才是真正的有沒有 的工程 你想想看嘛 如果沒有那個回答有沒有 它的運算能力沒有辦法加速的話 沒有回答就沒有那個 CHET GPT 對 沒有CHET GPT有沒有 那個AI有沒有 也紅不起來 沒有那個CHET GPT 像現在那個Apple不是iPhone有沒有 有沒有 對 也把那個CHET GPT把它裝進去 嗯 所以現在AI開始紅以後呢 整個的科技業有沒有 尤其是台灣的那個科技大廠 全部都會收費 對 因為將來不會是只有 那個 那個 回答這個運算能力 像現在的話 回答 因為它是做那個GPU的 嗯 那主要就是能夠加速那個 運算的那個速度 對 所以是讓AI的那個 學習的速度有沒有 快速降低 嗯 但是業界 有了這個工具以後呢 就會所有的 都會跟著發展起來 所以剛剛怪老子老師說 這一兩年 噴的很有感 我就講這一年 它的整體的漲幅 就超過六倍喔 尤其是財報公布之後 不得了 我們就來從財報裡面 找一些蛛絲馬跡 沒有錯 其實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它的NVIDIA 它在2019年有沒有 它的EPS 才1.15 嗯 可是現在到2023年有沒有 它的那個EPS是12.05 嗯 哇 開玩笑 漲了10倍耶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再過5年有沒有 是100多啊 哇 對不對 5年10倍有沒有 再5年有沒有 就倍數增加 是 所以這個才是為什麼 NVIDIA有沒有 那麼 就是說它漲幅那麼快 所以你看NVIDIA 它5年有沒有 嗯 漲了 將近10倍 就1.15到12多嘛 對 對 那就10倍啦 10倍左右嘛 然後台積電呢 其實 在2020年它是19.97 嗯 EPS 2023是32.3 32.3 所以是不是將近 還不到兩倍嘛 不到兩倍 對 這也就是 就是 就讓台灣整體的整個產業都翻滾起來了 是 就是 台積電我們認為已經夠好了對不對 才兩倍 嗯 所以NVIDIA它能夠成長10倍 那你想想看就是說 NVIDIA它成長所代表的意義 其實就是因為AI嘛 嗯 啊這個AI呢 不會是只有那個NVIDIA自己個人獨享 嗯 所以 因為 它的運算能力 它又需要 伺服器啊 嗯 所以我們台灣的鴻海啊 全部鬼光肉掌 啊做這些的 不只是這些伺服器 伺服器還有下游 嗯 我就說連那個做 水冷室的那個散熱器 散熱的 哇也跟著發達起來 嗯 做風扇的也跟著發達起來 對 所以其實是 AI是帶動了整個的產業鏈 老師你看這一波多頭啊 有沒有一些像 灰達一樣有護城河的公司 我也可以報它個10年 至少 呃或許 我不知道灰達會不會是現在進場 我在報10年有這個機會啊 對 因為感覺現在股價真的太高 那有沒有其他有護城河的公司 我可以去報它一下 沒有問題啊 我是 我說很簡單有沒有 就是 只要 因為灰達帶動的是AI產業 嗯 AI產業呢 帶動的是整個台灣的科技業 所以你就只要把那個科技的ETF裡面 你把它看一下 排名最高的是誰 那幾檔有沒有 你把它拿來看一看就好 所以現在目前有沒有 長很多的那個富邦的0052有沒有 喔0052 0052 你看它的那個漲幅有沒有 比那個0050有沒有 還要多很多啊 我們就講說從0052有沒有 嗯 它是從2006年到現在 嗯 你知道它的 累積報酬率有 807個% 哇 0050從2006年到現在是幾個% 501% 哇 它還贏過0050欸 當然贏過0050 因為0050 還包括一些非科技嘛 那台灣目前是科技最強嘛 所以我就說你要講說要 有哪一些股票有沒有 我們就把那個0052有沒有 它的全值股 我把它拿出來看 頭五名的 第一名台積電 第二名鴻海 第三名聯發科 再來是廣達 台積電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就算了 就不用講了 嗯 那我們再來看那個 鴻海 哇你如果去看鴻海有沒有 欸 那個它接了那個 輝達有沒有 GP200的訂單 GP200的訂單 超汁 不只是這個 嗯 那個它不是都接Apple的那個單子嗎 嗯 對 Apple這一趟因為把那個 AI也換進去有沒有 是 所以大家又要預期一個換機場 哦 所以鴻海的那個股價有沒有 才會這樣一路往上啊 本業跟新創事業一起齊標的意思 沒有錯 其實這個就是大家已經預期 其實股價有沒有 會先經濟而走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其實鴻海有沒有 它的起漲不是沒有道理 對 所以除了那個鴻海之外 還有那個廣達有沒有 有時候做伺服器的也是不錯 對 所以其實投資是這樣子啦 你只要抓那些 具有 富城河的企業 嗯 你想想看 鴻海有沒有 它的規模 就已經建立起它的那個 那個富城河 對 規模跟技術 嗯 那我們今天在鴻海這個 這個富城河 大家比較不容易理解 嗯 我就在講就是說 很簡單的 像那個統一超 嗯 不是做7-11嗎 嗯 好 統一超做7-11 它這個富城河 你想想看 它是不是每一年都賺錢 EPS 2020年 9.85耶 嗯 然後2023年是10.21耶 嗯 它也是 就是 雖然有沒有 EPS它沒有大幅的成長 但是 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就是說 欸 這個統一超 它 目前有沒有 大概難有競爭者 能夠取代它的位置 嗯 因為是什麼 你想想看就是 它的數量有沒有 是不是遠勝於第二名 全家 對 那所以它在 它在我們講採購的時候 那種 那個Bine Power 就是它採購能力 它是不是就能夠 比較 就比較強 就是它的成本就比較低嘛 嗯 所以你現在還有沒有一個 還有沒有另外一家能夠 針對統一超 來 呃 對它形成威脅 嗯 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 好 在我們講說 便利商店這個產業 已經是統一超這個護車額 在那邊 很難被取代 沒有錯啊 所以 這是一個傳統的產業 它的成長性有沒有 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高 但是也是穩穩的 像科 那像科技業 就是剛剛大家在講 這長那麼多 對 它什麼時候如果換 我還可以抱它個十年嗎 科技業的變化 嗯 太大 它 要長的時候 也是很快 嗯 要跌的時候 也是很快 那我們今天看說 AI這個產業有沒有 對啊 我 我就記得那個 張忠募在那個 日本晶圓廠拍幕的時候 嗯 他的致詞 他就講 他說 AI的人士有沒有 來跟他說 欸 他們需要的 不是多少片的晶圓喔 嗯 而是我需要幾個晶圓廠 全部包回家 對 就是說 這些都不夠啊 你還在給我建幾個晶圓廠的意思 所以這個需求量是非常驚人的 現貨完全遠遠不足 我還要更多 沒有錯 然後那個張總某我就聽了也很好笑 他就說 好吧 他們講的這些我也不是完全相信 但是我們背叛盤也要五座晶圓廠啊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未來的需求 因為因應AI公司因應這些 我們就已經足夠可以認知 台積電是未來有沒有 他的獲利只要他的廠房 嗯 蓋的夠快 喔對 有在蓋有在蓋了 有在蓋 所以只要蓋 那他的獲利 他的營收就會成長 嗯 他的獲利也會跟著成長 2024預估3839 但是接下來 等他的幾個廠房慢慢的出來之後 我們就不知道到時候獲利能力 其實對 大家看的是未來有沒有 我個人是覺得根本不用去懷疑 我相信AI有沒有 對於晶片的需求 是遠遠的超過現在的產品 你要投資很簡單嘛 你就去把那個 所有的科技的ETF有沒有 0052你把它列出來 你一看 找裡面成分股就知道 是啊 就洩題了 也不用洩 你只要把裡面成分股有沒有 比較不好 你自己認為不好 你就把它化掉 喔 然後研究一下 對啊 我自己剛剛看的那幾個有沒有 你有講到的都是OK的 是啊 台積電宏海聯發科廣達 對不對 智越光投控 然後我跳掉連電 就比較 老師比較觀望一點點 對 我們現在就說科技 這個個股有一些選項 我們可以從ETF裡面抓一些蛛絲馬跡 對 那如果你要比較穩健一點 或是不同產業做配置的話 那統一超它是一個選項 但有些人覺得碰個股實在我膽子不夠大 而且也不像老師研究財報那麼厲害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我要報10年 一樣報酬 要衝喔 要衝的 另外 我們當然就是說 欸 你沒有那麼多錢有沒有 去買那些個股 或者你買個股市其實賭的成分蠻高 但是我們其實很確定說 AI這個產業會起來 對 那為什麼不直接買AI的ETM就好了呢 所以其實你看像 00762有沒有 元大全球這個AI 你如果去把它的那個前十大持股有沒有 你把它列出來 我大概唸幾個讓你聽啦 嗯 谷歌 揮答 谷歌它就佔了10.26了 很多喔 揮答也不少欸 將近10嘛 這個谷歌跟揮答嘛 再來是微軟 臉書 甲骨文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再繼續念下去自己看嘛 就是這個你如果要投入個股 你心臟要大 而且你會忍不住要叮 但是人家已經把你納入了 欸沒有錯 其實這些納入了有沒有 其實是不是都是 國際一級的那個那些品牌啊 如果你去把他們的那個 財報有沒有 你去把它列出來看 年年賺錢 嗯 不只年年賺錢 一年賺的錢 比一年還要多 嗯 這樣的話你幹嘛去賭說 我一定要揮答 難道揮答 股客不好嗎 虧達是做硬體的 做GPU 做Server的 對不對 嗯 谷歌呢 它是軟體的 它是做應用的 對不對 嗯 微軟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也是這個 CheckGPT 就是那個微軟 微軟把那個 OpenAI把它買了嘛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你買AI 你應該是買整個產業鏈 嗯 不是只有像 揮答這樣子一個硬體而已 對 就揮答很好 我知道 但是我如果重壓定多基 就是買這支 你就會心會懸在那 沒有錯啊 那不如是整個產業鏈 ETF幫你打包起來了 是啊 那我們在講說 除了762 嗯 台灣的科技股有沒有 嗯 0052 也是不錯啊 是 我們剛剛0052 講了那麼多對不對 嗯 我就說 那我要從0052裡面去挑 那我為什麼不直接有沒有 他都幫你挑好了 是啊 而且跟他講 我沒有那麼多錢 嗯 我就挑一個組合 有沒有 他每一檔都是科技的 然後都能夠受惠於AI 嗯 所以如果是我 就是最簡單的 我就去買那個0052啊 哦 那我如果 0052我也擔心說 台灣 呃 比較 有一些政治風險 欸 00762有沒有 這是全球的 全球的 哦 也是不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0052有沒有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年化報酬率很好啊 績效 他年化報酬率是13.4% 你看他是從2006年 因為他時間很長 嗯 2006年到現在呢 他的累積報酬率是837% 年化報酬率是13.4% 好不好 很好啊 很好 這個幾年翻一倍啊 低於7年 哦 哦 對 好 我們再看那個0076 52 762 哦 762 哇 這一檔那個年化報酬率是多少 23.3%啊 哦 看起來好像比0052還要好 對不對 感覺多了10% 看起來 嗯 但是其實 看這種有沒有 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因為他的那個00762有沒有 他的時間有沒有 只有他是從2019年 他才開始成立 哦 AI現在才開始夯嗎 對 所以等於是說時間 我們採取的那個時間段不一樣 哦 所以不能夠這樣的兩者相比 你要兩者相比 就要時間段都一樣 要公平比 對 嗯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如果都從2019年 嗯 00762是23.3 你知道0052多少 你看看 31.6啊 哇 所以台灣的科技產業不會比美國的 很柔小趣耶 是啊 是啊 就是你可以做更長遠的規劃 未必是你自己現階段想像的到 可是你去做一些規劃 所以如果要規劃的話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好一點的配置 因為很多年輕朋友也覺得 要把雞蛋壓在同一個籃子 我們到現在都一直在談 你有規達AI科技股有沒有 嗯 那其實有沒有 應該是這樣 在投資裡面呢 高報酬所伴隨的就是高風險 嗯 投資並不是只追求報酬 而把風險撇在一旁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把股跟債 把它做一個結合起來 也就是說很大的一部分時間 如果股票漲的時候呢 債券呢 它會相對就會往下跌 嗯 所以你如果把它們兩者合起來的時候 一正一負剛好就會抵消掉 抵消掉不是沒有獲利 股票是一波一波的往上 債券也是一波一波的往上 所以如果說把它結合起來的話 平均是不是也是一波一波的往上 是往上 只是那個波有沒有 剛好抵消 哦 就不用這樣子往上 我可以這樣往上 沒錯 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的投資的資產呢 嗯 不要像回答這樣一次啊 很 漲很多 雖然很開心 萬一如果說 但是如果怎麼樣 不如預期它又跌了很多嘛 所以我不希望這樣 所以我就說最好的方式呢 是做好股債的配置 嗯 嗯 那我在這邊也幫大家配一下就是 如果你是年輕人 年輕版的話 你股根債 我都推薦是50% 針對50% 嗯 像剛剛講的富邦科技嘛 嗯 那我們講說它長時間的那個平均報酬率 13.4 13.4 然後像元大美在20年有沒有 那個長時間的話 它的平均報酬率我們講說5%也好 嗯 欸 兩者合起來平均報酬率也有9.2% 也不差欸 相當好啊 嗯 9872啦 8年就 8年翻一倍啊 很好很好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如果說你是比較一般 中年或者是年紀大一點的話 我希望能夠穩穩賺的那一種呢 其實你不一定要買科技股 你可以更廣泛的買整個台灣的產業 所以就是台灣50 是0050或006208 6208 市值型的 對 比重呢 股跟債別都是一樣5050 嗯 那0050的話 它平均報酬率應該會落在9.5% 嗯 左右 所以比較低一點 但是它比那個0050會更穩健一點 嗯 那這樣的話平均報酬率 也有7.25欸 欸 是啊 10年我還是有70%以上 是 是 我要報10年的概念 沒有錯啊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喔 然後去配置 嗯 就會是一個蠻不錯 又穩健 嗯 然後它的成長有沒有 又比較能夠預期 而且波動不會太大到你想賣股票 是 你會牢牢的報警它 所以我們今天小編剛剛傳了紙條來 他有特別吩咐喔 他用自己來當範例 他說他每天日以忌夜的上班 這句話是重點嗎 對他很認真工作啊 終於存到第一桶金喔 恭喜恭喜 但是他每個月呢 還可以再存1萬塊了 真的很不錯喔 那今年他是30歲 他希望40歲 他的資產要翻倍 好 怪老子老師 他有可能做得到嗎 這個當然是可以啊 10年我們剛剛這樣算了嗎 隨便一個7.25的9.2的 對啊 所以我就幫大家算好了 其實我們來看這張表有沒有 如果你是7.25然後100萬 月存1萬的話 其實10年之後你的拿到的鏡子是375萬 3倍喔 對 如果說你是9.25 還沒有到3倍 因為你每個月還要 還有那1萬 對 9.25%的話 就是我們講年輕版的有沒有 你就能夠有434萬 那其實呢 我是覺得因為主題今天是10年嘛 要報那10年 不要堆心肝 但是你如果看一看 你如果用再多20年 完全都不一樣 哇 即便是7.25你同樣是100萬 20年是多少 928萬 那你不要再講說30年35年 那給讀者 觀眾自己去看 那我們看那個20年的9 他笑得好開心耶 9.25%的話 20年是多少 1244萬耶 哇 千萬等級啊 只要穩健的做 剛剛有幾個標的的方向 就已經是這樣的數字了 而且你不需要有沒有 在那邊看 現在是不是買點 什麼時候是賣點 全部都不用 你只要傻傻的 然後有錢定期定額 買著放著 整天做你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雖然很羨慕 有人10年前可以看這種NVIDIA 他可以投資 他報警10年 他賺了這麼大一筆 但其實現在透過我們很聰明的 運用跟配置之後 我們也可以報警 這10年的一個資產配置 古債的配置 一樣也可以做到資產翻倍 古債配置 有沒有更快致富的方式 他這麼年輕 就讓他那樣子50比50 我應該這樣講說50比50有沒有 會讓我的那個報酬以及波動有沒有 是達到一個最理想的一個配置 就是大方向是有報酬 波動又變小 對 那我要把這樣子的型態呢 讓我的報酬增加 有沒有 真的喔 有沒有好方法 就很簡單嘛 我就是只要做財務槓槓 也就是讓我的負賢比率有沒有 增加 不要一看到財務槓槓有沒有 有沒有就好像 現在大家談到的財務槓槓 都是在想說做房地產啊 什麼八倍的財務槓槓 十倍或者做期貨啊 那些 那不是這一種 我們在講的就是說 你的負賢比率呢 你不要做到兩倍 連兩倍都不用 你只要有1.2倍到1.5倍 稍微多一點點的負賢 稍微多一點 所以你如果說 你有 就好像如果你有100萬的話 你如果可以貸款的話有沒有 就貸個50萬 或者是20萬 就增加這樣一點點 但是全部投入在股根債 都一半一半 像比如說 如果我是有 從100萬借20萬 是變成120萬的話 那就是60萬投入0052 60萬投入那個20年美債 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報酬就會提升 雖然風險也會大一點 但是我們已經用股債 把風險整個壓下來 所以風險還是會比那個 你全部都投資股票還要強